2020台灣燈會 23日閉幕 這次以新耶路撒冷為主題 展出的基督教燈區 兩個禮拜來參觀的人數 就突破5萬人次 發送小本聖經近萬本 造訪福音解遷攤位的人潮 每日絡繹不絕 成為福音傳遞的最佳平台 那請你 福音台詞 今天會有機會 大部分人其實他們 來的時候感覺 心都蠻敞開的 對 這跟我們 我自己的一開始預期 會有點不太一樣 一張小小的天賦的信 可以道出他們現在目前的狀況 那朋友一次一次來解 他們甚至留下 就是諮詢的電話 希望可以再打電話進來 印證了聖經說的幕後時間到了 要快聯刀 要收割靈魂的時間到了 主辦單位台中基督教策略聯盟 這次動員近500名之工 超過十多間教會 募款超過300萬 從兩年前的嘉義燈會 去年的屏東燈會 到今年的台中燈會 每年的展出內容 不斷求新求變 大家都有共同的看見 就是台灣燈會 是文化宣教的最佳合唱 基督教不能在這個場合中缺席 在不同的地方 我們在嘉義 在屏東 現在在台中 我們有機會 有機會就這福音來翻轉台灣 這些教會 部分教會 部分教派 然後大家同心合一的一起服飾 然後我們期待能夠讓更多的人 能夠經歷到神的愛 從白天到晚上 各教會輪班 在燈區裡唱詩 分享見證 讓到訪的民眾 都能感受到上帝的祝福